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三個星期 終於有退場轉機了 正程早前都說過 本港政圈亦相當關心 這場運動何時會在香港上演 聽聞這場台灣社運 亦觸動了行政長官林振英的神經 不知是出於緊張還是悲觀 林振英已經促請有關部門盡快研判 包括就快就審議的財政預算案 會否出現佔領立法會的危機 不過政圈普遍預計 即使要佔領都應該是明年年終的事 因為到時政改方案會提交上立法會審議 相信到時會是佔領立法會的爆發點 亦覺得還有時間研究如何應對 而立法會行管會星期二會開會研究 一旦發生佔領立法會 應該怎樣應對 目前主要的焦點 包括立法會一旦被群眾衝進去 保安是否可以足夠應付 又應不應該要求警方協助 以及一眾議員 會否有後備的地方開會 當中警方應否介入 這個問題相信會引起更大的爭議 泛民普遍認為要守住立法機關 保持獨立底線 不應該讓警隊等執法部門輕易進入 建制派覺得立法會的保安 始終不能應對較大型的衝擊 為了維持議會的運作 要求警方介入覺得在所難以 亦有議員說過 阻礙和干擾議員開會是刑事罪行 去年在審議預算案的期間 社民連有兩名成員 就禁止立法會裡面的LEEP的所有樓層 最終就被判罰款 如果真的有佔領立法會的出現 到時警方入到立法會拉人 驅散人群亦都是合情合理 這些應對的方案 相信都不會在短期裡面的討論得到共識 台灣立法院的發展 亦都會影響著本港立法會的研判 优优优优独播剧 入維持よ